原体实验室胡哥来测试 给观众 男性女武症 非常的困扰 好 看传统的治疗方式 就是可以看到 虽然它的 萌起的部分已经消除了 但是留下的细 就像陨石扎过一项 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最新的水刀法 它的胸腺 非常的漂亮 接近男性的胸腺 土气的部分也没有了 而且也没有凹陷 水刀法怎么这样进行呢 跟着我一块到 手术防区之急 来 楼口来 马金片再来好了 一个男生他 用力地使出他的胸腿肌的话 一般乳头的位置 应该就在胸腿肌的边缘 但是如果说他 胸腿肌用力之后 他的乳头周边还有一坨组织 那看起来就会比较像 女性的乳房 那就会被界定 或者说他自己会认为 他自己有男性女裸症 首先我们会在 乳晕的下方跟胸部的两侧 去打四个洞 然后我们会先用水刀柱子 用那个水的力量 去做切割 去把那个组织把它打松软 同时它会注入进去 那个止血的药物 跟止痛的药物 现在就是要抽 那个脂肪跟 比较松散的腺体 如果说腺体很硬的话 有时候还是要从 那个乳晕的下方去抽出来 那现在我们把人抽出来都尽量抽出来 所以现在看到那个颜色都是脂肪 以往传统抽石的话也是会打水 但是就是把水先灌进去 然后再抽 那我们是可以一边抽的时候 一边再继续 那个水就是在前端 去继续做切割 一边切割一边抽 而且还有止血的效果 对 它里面我们打进去的液体 有止血跟止痛的效果 所以病人手术后 如果像早上开刀 它大概休息一两个小时 就可以直接回家 抽了这个动作完毕后 我们大概会从那个乳晕的下缘 贴一个小伤口 去检查看看那个 有没有残余的乳腺 有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用 剪刀的方式把它剪掉 好 烙片来 一般还是建议在18岁以后 再进行这样子的手术 因为有些青少年 其实他虽然有男性乳腹症 他会有些人会消退 所以没办法消退的那群人 才会介意 术后以我们的方式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放引流管 但是我们会需要病人穿 一个胸 术座衣 一开始是帮他压迫止血 他没有放引流管 那我们希望他 也不要激太多的 液体或水分在这个胸部里面 那之后我们会希望 他大概三到四个礼拜 主要是做塑形的动作 对于女乳症的患者来说 传统治疗方式 会在胸部这个地方 留下一道或者是L型的疤痕 会影响到外观 透过了水刀疗法 只要四个小孔 这小孔会满满的不见 即使你打赤膊 也不会发现 你曾经斗过手术 对于女乳症的患者来说 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我们人体实验室直接完成 对于女乳症的患者来说 对于女乳症的患者来说